大家好,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把前面的内容做一些总结性的描述,并且来又做一个采造生育器的一个项目案例。 在这个项目案例当中,我们把这个项目主要工具的以下一些过程来实现。 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先提出项目的一个需求。 这个需求是炸的,我们把需求的进行一个描述。 我们的描述的需求是炸的描述,就是模拟,采跳生育的,生育的号码, 我们把号码数量为7个号码为7个号码。 那么,每个号码,与预设的号码相同, 那么则显示,舒服,按一,破格, 那我们的照片之后, 我们把它们拍到头、 我们的将号码数据合适量、 我们用门上整条件。 我们要是炸的据合适量, 它们在可以数据合适量, 那号码说呀,每个号码一定是号码下中的,就显示了,不得不想。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号码有6个号码,那么就是1个号码。 如果6个号码,6个号码, 预设的号码,如果有6个号码, 有6个号码,预设的号码,就显示了,或者1个号码,或者1个号码。 那么一次的推,一次的推,这个我就比较多说了。 5个号码相同的话,那么就是2个号码。 4个号码相同,那就是3个号码。 我们其他的号码呢,就没有想象,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具体呢,需要注意一下。 这是我给你所提到的一个需求。 那有了这个需求以后的几个,你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实现的方式。 实现的方式。 那我们需要呢,做以下的一些表述。 第一个就是号码。 7个号码。 是随机生存。 所以需要定义一个发展。 是随机生存的号码。 所以第一个方法用于生存的号码。 号码。 生存的号码。 生存的号码。 号码。 存放在数码。 存放在数码。 第一个号码。 是号码。 是随机生存的。 需要第一个方法用于生存采的号码。 生存号码呢。 我们需要把它存放在数码。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呢,就是需要判断。 生存的号码。 生存的号码。 是号码。 是号码。 当然,在序幕当中, 那么7个号码必须在33以内。 7个号码必须在33以内。 每个号码于日式号码相处, 则显示。 则显示。 在数码呢。 这个我们现在需要取消。 照样时间的方式来就是, 我们需要呢, 号码是随机生存的。 随机需要第一个方法呢。 你生存的号码。 生存的号码呢, 随机在数码上。 我们需要判断这种号码。 是否有存放。 是否有存放。 如果存放。 是吧。 如果存放。 它是否有存放。 它是否有为了。 其中间在数码中, 可以存放。 它是否有存放。 足够。 还要远放。 我们先看看 并看待宣众号码是否重渠的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需要第一次 如果重渠的话呢 反对是2 反对是2 就是我们需要第一次 对于第一次是大家需要第一次 那么第三点呢 我们还需要两次一个方法 就是看待宣众 这个虚型呢 就是需要了 定义 预设号码比较高 定义预设号码比较高 那么 那么 说风 显示 获得的 获得的 大能量还是三能量 我们需要第一个这样的方法 所以 当然能够这样一个方法定义的方法 你根本来用于 产生随机数的方法 产生随机数的方法 需要对这个区域值 需要对这个区域的信息判断 那么最后呢 第三点呢 就是说 我们需要了 参加判断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我们需要了 做以下的这四个方法的照应 那么最重要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第三点 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需要了 这种方法的教育 教育 教育 那么在教育点呢 依次定义 对我们的 判断生成 判断重复 获得奖项 以及判断采照的 输出方法来进行教育 就是我们现在的第三个方法 所以在这几个方法当中呢 我们需要了 先来看一下 怎么来进行实现 我们把这样一个实现的 判断形式来 做了下一个 所以在普通的照应 我们主要来 做了下一个教育 首先 调用 把深层彩效果的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来调用 深层彩效果的方法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需要调用 调用 使用彩区 去分层彩 去分层彩效果的话 然后第三个呢 在这方面呢 我们需要来 再做一个判断 使用 巨彩方法 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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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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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四语,就是我们来调用,是否正常的方法,是否正常,或者是调用了正常的方法。 到这种方法。那么,在每次到的时候呢,我们都学会让它去显示什么的。 在这种方法,我们都学会让它去显示,在这种方法。 这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方法。我们需要更多的方法。 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路的方法,就是再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方法,是否正常实现。 我们的第一次方法。 再来看看,我们把这个方法来,画这个内容来,不过是画这个项目,还是不容易, 在这种方法。 第一个例子,我们在这里看了,我们就需要第一个例子 最后面就是一个太漂亮的 它主动显示便控制暂 June 3 classic 那么首先 我们需要重填搭 liksom的 こちら把一个爪 shell 做一本 然后呢 仔细ój from the right 需要第一个数据 生命数据 用于存放随机数 生存的材标算 那么这个数据呢 我从生命近代 因为我所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近代方法 近代方法呢 只能使用近代的电源 所以我在例子当中 先生命和近代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 就是一个音道类型的 然后BG 一个玩法子 这个降位器 没有 我们一个长度呢 甚至为7 我们有7的指 第二个呢 我们在第一个预设的时候 这边就是预设的玩法子 它就反映于 我们预设一个数据呢 这个数据是12 23 14 31 5 11 5 5 还有一个 32 3 1 2 3 4 5 6 6 7 这个是我们预设的 这个是我们预设存在里面的数据 也就是说 我将来呢 上面那个MAR4 里边身份的数据 就是这个远送值 而预设的MAR4 里边的数据远送值 已经预设 所以如果完预设相同 那就是扩得比较 那有准备 如果说有用的相同 那一种相同 五个相同 二来一 四个相同 三个相同 没有相同的 或者说是三个相同 只要是不到四个 没有假相同 没有假相同 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要写出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首先呢 第一个方法 我们将来 顺利的方法 顺利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们再上一句说话 这是定义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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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像 放置的方法 那么我们呢 也是用它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逼一回 生存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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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满满 那么在逼这个数据的时候 首先我们 靠近一个 语言的方法 它就等于 不定我们做的了 我们先把它逼 然后呢 做一个后旋环 这个后旋环呢 我们第一群 几个的吧 有逼为七个 这个是长度 还是七 我融到六之前 两块就是七个 然后呢 我们要去生存 我们慢慢使公号号 i 就等于 rewn up -relax 这里面呢 我们就 33 加1 它其实反合的就是 零到 33之间的 七个数值 但是呢,通报上带着3,最小的数字是3,所以为了区域0,我们后边加1卡线,因为卡线号码带,它是不老的0的,这个地方我再说明一下,卡线号码是不老的0。 卡线号码是不老的0的,所以也在这个方式的需求,就是我们看到,卡线号码可能不老的0。 那么,声音后来,我后边来忙了,再后来再做一个显示卡线号码。 显示卡线号码带的方法呢,我们是下来显示卡线号码带的方法,我们是下来显示卡线号码带的方法。 这个程度呢,我们还是设定为期。 然后我们在第一步时候,可以站立起来,这个是温法围质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还是很为了温法围质的。 然后我们呢,初初看一次,我们把这个东方画开,我们中间的一个部门开起来。 这个时候,这些呢,也显示了,把系的号码来进行呈现。 那么,后面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主要是用来判断生成的采叶号码是否有同复的方法。 判断生成的采叶号码是否有同复的方法。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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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儿,我们的主要将其中一个电影,然后在这儿有些人用了。 这个电影机,我们把这个电影将其中一个地方看过。 这个电影机,把电影势换得以后一块。 我的梦之外在做此 那么在混乱世俗重复的里面呢 做一个我需要定义两个学习法 第一个小话是从零开始 开始的是把彩胶下满的 第二个小话就是把第一个值都破坏的所有的质运行之类 如果有同价,那我们法国的就有负责 法国的就有负责 然后呢,如果说第一个值会同价 仅仅比第二个值,第二个值跟其他所有的值比一比对 如果有同价,法国有负责,法国有负责 如果第二个值没有同价,再换到第三个值跟其他的值来进行负责 判断是否有负责 那因为我们需要做两个循环来输入比较可行 第一个呢,就是控制了比较多个人数 比较多个人数 比较多个人数 比较凭多个人数 然后,晓鸥等于 X 还可以做自己 lt 网责 太乃词是圣身在铁,这边无二词。 结乃词就是结,结识。 什么意思?第一个词,第二词,开始不出, 如果能否否,有一词就是我们否否。 存在成为真,让我们反对一次。 那么,一旦有了女性的关系,就意味着啊,这个程序就不再往下执行。 到这儿来,就跳回了,碰到人身就觉得,这种方法就特别去了。 那么,如果说不成功,那么第一个,就跟所有者都比对完了以后了,不成功。 不成功的话,那么,就从,那么,从我们的I的值来,就变成了一,一就第二元素。 第二元素呢,和后边的元素比,和后边的元素。 第二元素,从第一个比较,I的值变成二的。 二之后的值,就是其他值系统。 二和之后的值系统。 那么,这个比完了以后呢,后边呢,我们就需要了一三个方法。 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几样的方法。 有深终控制的方法。 有显示的方法。 有去终重复的方法。 对于我们这儿带入的方式,就是随机生存的,相当重复的。 第三个就是,以地上方法进行比对的方法。 显示方法的方法已经写好了。 所以我现在已经写了一个,三个方法的,三个方法。 三个方法。 那么,定义,这里有了。 这里有了,这里有了,这里有了。 这里有了,这里有了,这里有了。 是不是最终的。 第三个方法。 那么我们后边来看一下。 预设计,预设计。 ,许设计是,以选设计。 许计是,以选设计的方法进行。 一向来看断。 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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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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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那我们应该,准复的方法。 这里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后来。 这个是DOTAN DOTAN 获得奖项 那么在这个方法当中呢 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就需要呢 首先呢 对复者来提示的凡序 当然 在显示这个 错码的学问 在显示后 我们的显盘序 盘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 ARIS 造一个Sign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数字 慢慢的弹量 这样还是可以进行工具盘序 之后我们在前面想到 数点之内 出到一个工具盘序 他们呢 号码是否重复 那对于预设号码进行 对到团队呢 我们也会了 预设号码进行 排序 你要排序的话 那这个情况呢 也是用 ARIS 算一算 那么 那么 传递的 参数呢 就是我们 一设的 我们 传人的 设计器 把他们来排序 刚刚有的这两个方法以后 我们做两个重复一番机器 对 什么意思 就是相当于 相当于 把第一个数据当中的第一个值 用第二个数据当中的所有值 如果有重复的 那么 我们第一个奇数器 让人的奇数器加一 那么 如果没有重复的 那么 再把它慢慢做 第二个值 跟预设数据方法的所有奇数器 如果有重复 奇数器加一 否则 不加一 但是我们就需要继续认 所以 在这里边 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需要这样来写 这是外围的循环 我们也需要 控制比较好的 能复 我们需要来看一下 需要做几个比较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循环 那么这个循环呢 实际要就是控制 从地底的元素开始 从地底的元素开始 从地底的元素 这个比较了 也是一样的 就是奇 然后 如果 这个途端 就实施比较 开始实施比较 如果 当然我们还需要地区变量 看 那这个地方就是 像我们的各数的技术 我们需要拿一些技术 那么 在这里边呢 就需要用 Nomars 通光号 它是不是预设的Nomars 通光号的鞋 相当于Nomars这个速度 原式的D0位置的原式 跟 路上上哪儿的 斜位置的原式 集成比对 那每一个原式都集成比对 如果 以后 它能够地 抗个人家 那我们要抗个人家 然后呢 这个地方没有 它没有自己 那么 抗转环最后 以后 我们呢 需要来开始 在这一部分 这个抗转环 它的主要字 就是 过于 加 生成的 彩的票 方法 与 过于 生成的彩的方法 就是 逆设置 来 下 逆设置 来 跳 跳 起来 下 下 下 这是我们看到的 底下 比较往 那个护转环 护转环 看来 重点的情 啊 这是 看来 下 看来 动作的情 我们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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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witch能够判断,但是我们就看了,就对看了之类的事情 如果是7,那么就相当于7的话,我们就数多 这里当然就显示 好, 我们。 这一千万 1、2、4、3、4、4、5、4、互动 4、4、9、4、6、5、4、5、4、9、9、10、12、35,6、6、8、10 ап ambos 没有 Keeping 和 三nde 你们 你在哪儿 一行 试一试 其实那么就是 系列系列 那么如果说 实用的话就是能获得了 这是一个一个 这是一个三个字 这是一个二个字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 不能想像什么情况 那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第一步 我们需要将调用的 调用 调用 我们先调用一下 伸张 这个应该可以 伸张完以后 很多的浪漫 可能是 往前开一下 这个方向我们弄 大家可以看到 底下来一直生认出来 但是有重铺 它有重铺 但是调用的话 我来 这个东西看比较硬 所以 有 有很厚 大家可以看到 七个号 都是随机生认的 每一期字兰 它都随机生认出来 但是 不排除有重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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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如说 这个数字 空有重铺 但是那种是不重铺 所以 我们在那儿 需要判断 是否随在重铺 判断是否有重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第一个段 来 等于 多少来着呢 可以等于 可以等于 那么这个方法 实际上就是用来做 重铺性的状态 那么 如果 我们回来 回来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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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我让你出来,再次判断,再次判断。 他出来的词,在外面的语言语,再次判断。 如果没有数字,他让你只会负责。 那么这个是会做现实的,你不可能做好。 来,开心。 没有数字,我们再一起判断。 没有任何问题。 我到上方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后来我们就需要来,第一部分是我的意思。 我这边判断。 我们就需要来判断。 照顾的方法。 照顾的方法。 这个呢,照顾的方法就是。 刚才看到看。 刚才就是看。 这个方法。 我照一次。 照一次。 照完这以后, 这个方法。 那我们拉。 提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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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把重要的号码呢, 来显示一下。 在这里面显示。 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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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顾的方法。 我们再看。 然后我们立即再判断。 但是这样子,我不是做的。 这个方法。 对不对。 有没有动静。 我在这里面呢, 应该说是不要显示。 因为上面已经显示号码了。 然后看到的表面更新。 因为在上面已经显示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这预设的号码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最后面呢, 打印一下。 就是白眼光。 绿色的号码。 或者是重的号码。 下午十号码。 下午十号码。 好,我这个直接输货了。 那应该是显示。 掃取号码。 好。 那么对应的号码。 我们在那儿出去看一下。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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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十五。 吃。 下午。 유명。 哪里就是様的英书。 操作馆. 所以 viel分量。 które明显快 ville tweak开 Nicki! 大调 一些 大股 小松 一集没机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来看看 我们如果要保存17%的安逆账符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大家几乎 没有辣椅子 甚至用肥书科 你的重要方法相够有几个 我们来看看 在那里面 我们可以把肥书科 再来看看 再来看看 这个预设 相应 我们可以把肥书科 和肥书科 和肥书科 相同的各种 有几个肥书科 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面打开 看看有几个时间 我们有意思一下 肥书科 肥书科 相同各种有两个 7 12 12 13 20 20 30 有两个 所以 那么分析 那么 我们在一起 这次只有一个 小孩更大 一样 所以我们没看到 如果想要发生财 这个确实有点利益 这是我们没看到的 一顺三项的进行 比对于货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我按照正 如果按照一个财量 两块钱来计算的话 我按一次两块钱 按一次两块钱 按一次两块钱 那最意味着 我这样按时三项的话 就二十块钱 那这个都交给三张红星 所以这个也不叫一项 基本上是很少多的 按时三项 可以盖得非常低 盖得非常低 最高的时候就是这个三个的话 一项一起来的顺利 一项半 真的是一项一项的顺利 这是关于采奖的一个简单的案例 如果这个案例呢 那现在呢 一定要故意关于吧 关于方法的一个使用当时 还有就是我们前往所定义的这个数据 以及如何来读书的一个操控 还有怎么去读书的这个财量 当然这个项目 其实也是要告证大家 就是说 我们呢 想要去 如果这个下个下 那才之后来看大选 这根本是一项多的 那也就是说大家需要呢 花费一个时间的经历 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和通识的事情 才能够呢 嗯 或者自己的这个 或者自己需要的问题 啊 啊 啊 那么 这边还能够呢 要很幸福 这边还能够呢 这个就算就行 我们现在的浏费 长期 这边